嗨,大家好,我是Carrie 今天呢,我要交一個朋友,林肯 今天是他Snowboard的第一天 耶 那現在要帶他去租借裝備 看一下他全身Mobile跟我一模一樣 而且他超亮色系 你自己選的 對啊 你是怕被撞到是不是 對啊 真的假的 像交通警察一樣 你為什麼會想要學Snowboard啊 為什麼,帥啊 在我們認識之前 你有自己去Google過一些滑雪的東西嗎 有Google一下 Videos那些 怎麼樣滑的Videos 欸,等一下 我的Snowboard忘記拿了喔 我說那是什麼原因 會讓你想要看Snowboard的東西 比如說身邊有朋友滑啊 或者是什麼的 因為 2017年的時候滑過的時候 一起都好想把它學好 哦,你那時候滑過什麼滑啊 對 叫那個日本人教練 哦,那你那時候會滑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呃,我覺得是零 零? 對,我從最高那邊跌 一直跌一直跌 哦,那個教練直接帶你去最高的地方啊 我自己 你自己 跟我朋友 一直跌一直跌 這裡很滑,要小心 這裡,你說你跟你的朋友一路亂滑 自己亂滑 對對對 那那個教練課 其實 你沒有學到東西嗎 沒有 怎麼會 我覺得是因為 溝通不好 哦,溝通不了 對 哦哦哦哦 因為你的日文程度是 零 呵呵呵呵呵 那我今天就幫你當初學者開始教了 雖然你之前有碰過學班 好啊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8點半 路口裡面幾乎都沒有人 然後,Rental Shop剛開門而已 19 身高 身高 17 70 來滑雪之前,我建議在家裡 在你還沒有穿任何裝備跟防摔褲之前呢 就先在家裡拉筋拉好再出來 如果你不知道下半身的拉筋 影片要去哪裡找的話呢 可以私訊我 我可以傳給你 因為剛剛林肯已經在家裡拉筋過了嘛 下半身的筋要先拉開 所以我們上半身大概動一動就好了 好,我們現在練習一下 怎麼樣把這個穿這個binding 可以這個邊邊 OK 掰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拿下來 不要拿下來 手套你要習慣它 不要輕易拿下來 好,這個邊邊 左右滑 前後滑動看看 有沒有覺得前後很卡 可以這樣子放平的 這樣子慢慢走 跟踢腱子一樣把腳抬起來 轉方向 對 OK 我們snowboard的標準站姿 站起來之後呢 上半身打直 膝蓋圍彎是馬步 但膝蓋圍彎不是翹屁股喔 我們的尾椎跟地板是呈現一直線的 然後眼睛看著前面 你的腳板不可以放下來 如果你放下來的話呢 就會這樣殘血 就會往前面鋪到 OK 屁股靠近板子 手給我喔 好 那現在這個馬步是對的嗎 對的 OK 好,放下來一點讓它往前滑 對 對對對對對 再起來多一點 有點速度太快了 欸,這很厲害耶 這個人的平衡感不得了耶 眼睛看起來好好好 我要你剎車喔 剎車膝蓋不要打直 來,再一次 上半身打直放鬆 太厲害了吧 我們秒放手耶 是因為你之前有滑過這個嗎 我不知道耶 我 我不知道耶 那是哪來的啊 怎麼那麼厲害 眼睛有看著前面嗎 有 很好 上半身了 你是怎樣啊 這個 我有點懷疑它是不是真正的初學者 我沒有在服了耶 就剛剛那一瞬間 好,停 慢慢坐下來 把手放下來 又交到一個直遊生 看起來今天可以買 直接買一天的票了 我們現在要去白色那個地方買雪票 白色 對 非常好 維持這個 好,我要你放慢速度呢 很好 好,加快速度 很好 好,停 我們就在這邊練習下纜車 好,慢慢的做 慢慢的彎腰 把你的 把你的右腳拆下來 好,轉側之後呢 站直看前面 眼睛看著前面呢 不是這裡 是板頭你要去的地方 OK 身體不要彎喔 不要踩後刃 也不要踩前刃 我完全腳板是放平放輕鬆的 我們在這邊多練習幾次下纜車 很好喔 你要記住這個感覺 嗯 我們要準備上纜車了 緊張嗎 緊張 腳板放平輕鬆一點走路 好,準備坐上來 板子板子不要太快 對 放輕鬆休息一下看風景 下去才難啊 到目前為止覺得還OK嗎 還OK啊 覺得很快耶 太扯了吧 你教的好而已啦 哎呀 別這麼說 雖然大家都這麼說 沒有啦 我們看一下今天阿諾布里滑雪場 人很少 已經過了那個聖誕節啦 跨年的假日了 沒有選錯日子 所以今天呢有一種包場的感覺喔 我覺得你滑雪是比潛水還要放鬆很多耶 是嗎 嗯 我感覺是 潛水也是放鬆的 後來有放鬆的 後來比較放鬆的 剛剛開始比較緊張齁 我們是在沖繩潛水的時候認識的 看到你滑雪 對 因為我想要學滑雪嘛 嗯 然後後來 發現我有在潛水 對 他說可是已經訂了一間 來不及了 結果是同一間 結果呢 就這麼好巧不巧 因為沖繩講廣東話的只有那一家而已 所以我說 所以你是訂哪一家 結果我們竟然也在同一家 太巧了 那你現在東京做什麼啊 做航空公司囉 喔 林肯是在東京的航空公司上班的 那你覺得疫情有影響到很多嗎 多多少少 那有影響到薪水嗎 但是對我來講沒有 喔 他在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跟他沒有關係 沒有啦 那你很幸運的 很好玩 剛好 慢慢來 不要著急看前面 看著前面你又不要踩到那個頁面喔 對 很好 耶 耶 成功 成功 右邊 屁股不要翹出來 注意喔 哇 很棒耶 很棒耶 那第一次偷賽囉 哇 你往前踢 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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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慢慢找那個感覺 跟正面一樣 屁股屁股片 你如果跪太多的話 就這樣對一下 對一下 再少一點 再少一點 跟我們休賽一樣 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現在做到了Jumbo的籃車 林肯學得非常非常的快 我看一下我們剛剛 現在才學了 才一個半小時耶 哇 那麼快喔 他才學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已經可以很穩定的控制他的 左右 要去的地方了 然後練習了一點toeside 可是下面有點太平了 所以我們現在換Jumbo來 比較容易練習 你會累嗎目前 一點點開始有一點點累的 真的假啊 對啊 你平常是有在運動嗎 沒有對不對 可能 這個問他幹嘛 問了然後我自己幫你回答 對啊 所以你來之前的前兩週有運動 有做深蹲啊 在那之前有運動嗎 沒有 比較小 你是一個完全沒有運動習慣的人嗎 對 沒錯 如果體重太肉太多的話 我們在Hillside就會很難站起來 所以我覺得 平常要有運動的習慣啊 讓身體不要太 大隻 這樣子 我們在滑雪的時候 也不要不會這麼辛苦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天氣 非常非常的好喔 而且 連上面練習的人都很少 有沒有踩好踩屏 眼睛站直看前面 很好 好 往那邊走喔 好嗎 好爽喔 地形稍微有点改变 不管它 你一样可以前进跟休闪一样 好很怕 后面要小心 后面要小心哦 有很好很好 维持这个哦 后面要小心 上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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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会往山上看 它会慢慢的回中 不要紧张 再一次哦 你后面开始有点放 这里有点平 好 要练习控制一下一直往那边 要练习控制一下一直往那边 放屁股 落筒 下课 下课 你觉得怎么样 很棒啊 今天滑了五个小时 其实是有五个小时 你有感觉到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下次还会想再来玩吗 会 一定会 那今天 林肯的五个小时呢 它滑到了 一点头赛 然后头赛可以放手了 还蛮不错的 算是运动细胞非常非常好 然后 Hillside控制左右也控制得很好了 谢谢 好吧 那我们就 下次见了 下次见 希望你会喜欢今日课程 会 一定会 做得非常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喜欢 要记得订阅我 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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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影片 欣赏 匡 5 5 6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